圓林上个月31号发生了砸车事件 一群人对着轿车猛砸 甚至还有人开车冲撞 而就在前一天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警方追查之后发现 这两起事件都是同一伙人所为 他们跟对方早有嫌隙 才会砸车血分 白色轿车打着双簧灯亭 在路边接着好几名恶煞兽 拿球棒冲下车 哪管车上又没有人 而话不说直接朝着白车 梦可以猛砸 没想到球棒砸车还不够 竟然开车冲撞 第一次撞车头 第二次第三次 直接朝着白车拦腰撞下去 这个过程持续半分多钟 这群恶煞才甘愿丧失走人 事发就在上个月31号 云林刺同 撞回现场地面箱都还留着 被砸毁的车壳零件 火爆砸车冲撞 画面被人拍下 扑上网 没想到近一天同样发生 球棒队朝着停在民宅外的两台车 大肆砸事破坏 过程全被电眼拍下 警方追查两起砸车事件 都是同一伙人所为 他们跟被砸车的这一方 早有纠纷 不满对方先砸车还动手打人 为了报复 于是烙人揪团砸车 还加码冲撞 一牙还牙 警方第一时间 获报或速将事案的相关人等 通通逮捕 依毁损妨碍秩序等罪送办 现在双方的恩怨纠葛 恐怕是没完没了 借云林送个不到